東沖河生態價值豐富 肉有超過20種原生淡水魚 河口一片紅樹林是朝朝蟹 彈桃魚的天下 一塊塊的蠔殼 更是種多小生物的庇護所 在香港這一座碩士森林 不少河流都被改建成大水渠 而東沖河是本港僅存的大型天然河流 但這裏同樣面對人為威脅 除了曾經被人非法滑石 部分河道被渠道化 嚴重影響河流生態 被渠道化的河流 通常被人滑深、破闊、拉直 然後在上面鋪一層碩士 其實這一個最主要是用作防洪的功能 因為這樣的河道會覺得容易管理 亦都比較少水 但是這個過程裏 亦都令到很多天然的微生境 亦都會被破衛 好彩東沖河下游 將會建造全港首個河半公園 執防洪、保育和親水文化於一生 亦都會恢復渠道化河道的天然面貌 有環保組織趁這個機會 招募市民參與生態調查 了解河流生態 我們看到東沖河將會有很多的發展 會起到很純粹 例如是東沖西的新市政擴展 將會覆蓋了東沖河河谷 很大部分的大部分 特別是下游的範圍 我們希望藉著這個計劃 去拿多些關於東沖河生態上的基線資料 亦都會想凝聚社區的市民的力量 去瞭解東沖河的身體價值 以及參與保陸的工作 東沖河何去何從 仍然是未知之數 但願在這個城市發展之下 這條天然河流得以保存 東網記者江朝鋒報導